这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 虚拟现实系统的分类 那么根据 虚拟现实系统技术特征的不同 目前可以把它分为 非澄清式 虚拟现实系统 澄清式 虚拟现实系统 分布式及社交 虚拟现实系统 还有增强现实系统 及混合现实系统 那么非澄清式 虚拟现实系统 它也被称为桌面型虚拟现实系统 那么这类系统 它基于常规的多媒体计算机 采用普通的显示器 那么这类系统 它的分辨率比较高 成本比较低 那么它采用标准显示器 立体显示技术 立体声音技术等等 并且可以利用多种空间操控设备 比如说三维鼠标 空间球 书记手套等等 对虚拟物体进行操控 那么使用这种系统的时候 用户可以设定一个 虚拟观察者的位置 然后对虚拟的对象进行操控 这类系统更多的 会用于CD、CM、建筑设计等这样的一些领域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桌面型心理现实系统 它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应用领域 这门课的话 我们会针对我们比较常见的 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 基于web的应用 我们会对其中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方面进行介绍 比如说VR、ML、X3D、WebGL等等 那无论是晨庆式的 还是非晨庆式的虚拟现实系统 它的VR场景的形态 基本上都会包含 基于几何模型的交互场景 或者基于摄影摄像的三维全景VR视频 并且往往会采用双目立体视觉 来提供晨庆感的体验 晨庆式虚拟现实系统 跟非晨庆式虚拟现实系统 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别就在于 这类系统它往往会采用 头盔显示器或者其他的设备手段 来把用户的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 完全封闭起来 给用户提供一个全新的 虚拟的感觉空间 使用户感到自己完全深处 虚拟环境 并且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沉浸其中 除了座舱空间的这种系统之外 这类系统还包括记忆头盔的心理系统 记忆投影的心理现实系统 和摇载系统等等 那么沉浸感作为心理现实系统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心理现实系统里边 获取沉浸感主要有这样的一些手段 那么首先最常见的 最重要的是双目立体视觉 我们在后边会有专门的内容对峙 专门的设备来封闭观众的视听节系统 比如说CAV1 或者各种VR头盔 那么这个画面展现了两种 常见的对用户视觉系统进行封闭的 VR体验设备 一种是CAV1系统 那种系统它通过五面投影 把用户的视觉完全封闭在一个 方形盒子的空间里边 然后更常见的是 头盔式的立体显示器 也就是所谓的head multi的display 这里我们通过一段视频 来了解用户在体验K5系统时候的情形 如果不能這樣 加热虽 就是、st互相担等 这就是非常相担的 但是你能够同心建立ente的 停实力 当是一个大的瓦 可能让你对那样的 突然想不错 对呀 对,那时候 对,你能够同愿 平 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 好,那是最后一段时间 这就是很厉害 那是你做的 其实,我会让你... 不怕 我会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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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到的 有的 好 哇,它是很可怕的 的, 你做了 可以用到的 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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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會來這裡 來這裡 就站起來 這裡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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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页面展现了一些早期出现的 比较经典的头戴式VR头显示器 这类显示器往往都具有 持续的更新视角 跟踪用户的头部行为 以及用户可以介入 到这个心理环境的互动当中 那么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VR头显 主要有三自由度 那么它主要是能够 对人的头部的弦转进行改制 那这类头显成本比较低 往往基于智能手机 比如像BWR暴风魔镜 还有谷歌的Cardboard等等 还有六自由度的 那么它就是显撰感知 加上位置跟踪 目前比较常见的 像Oculus HTC Vive 以及国产的Pmarks等 那么这个页面展现了 这样的一些三自由度的VR头显 像暴风魔镜 大鹏头盔 三星DWR 谷歌Cardboard 那么另外一种分类 分布式心理现实系统 那么这类系统 它是建立在 澄清式心理现实系统 和分布式互动仿真技术的基础之上 目前比较常见的 有分布式的互动仿真系统 和赛博空信息空间 那么这个页面的案例 它是一种在VR空间里边 可以由多人写奏的一种 虚拟乐器的一个作品 那么可以由很多人登录到 这个软件当中 然后每当登录进去 那么这个用户就可以被分配 一个操控手柄 它可以操控自己的这个手柄 来改变这个手柄上的一些控制器 从而发出不同的音乐 然后它听到的是 所有人在操控这样的一个虚拟乐器 所产生出来的 全部声音的一个叠交 那这个案例就体现了 在虚拟现实空间里边 分布式的这样的一种特征 它可以允许多人进行协同 那么另外一种类型的话 就是社交型的虚拟现实系统 那么这里有一个 比较早期出现的 Second Life 那么它是由Linden Lab 在03年的时候 创建的一种社交型虚拟环境 那么其中的居民 都可以借助强大的功绩 创建任何物体 并且可以使用脚本 为他们添加各种功能 从而实现一个真三维的虚拟世界 那么用户一旦 注册登陆到Second Life里边 他就可以使用里边的工具 精细的定制自己的形象 比如眼睛的大小 嘴巴的形状等等 还可以购买虚拟的扶持 来装扮自己 那么他还可以在Second Life里边 买地开店建房等等 那么Second Life里边 他非常着重于发展人际关系 也繁衍出许多的社情和经济活动 比如说本田轿车 他就曾经在Second Life里边 发布了一款跟现实世界的本田轿车 功能相同的虚拟的本田轿车 那么用户只需要花两美元 就可以购买一个 又比如说像IBM公司 他曾经在Second Life里边 召开跨国会议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 那Second Life里边 他有很多的商机 那人们很多人在里边 买地建房 进行各种宣传展示和销售 经济活动等等 那Second Life里边的虚拟货币 零登币 甚至可以被对付为美元 那么Second Life还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2006年的时候 华裔女子爱琳·格拉夫 他花了10美元 在Second Life里边 注册了一个叫做安舍村的网民 并且在Second Life里边 经营房地产 他拥有虚拟世界里边 大约36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型社区 大约相当于两个纽约中央公园 那么大 那么爱琳靠着薄利多销 和优美的基础环境 让手里的虚拟土地升值 一年就赚到了真金白银的100多万美元 那么近几年 随着VR的更加的普遍和流行 那些社交媒体的系统也开始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像Facebook 他就着力打造了一个VR社交平台 Facebook Space 那么在2017年的Occlase 4大会上 Facebook总裁Zak伯格就曾经信心买买地说 Facebook要让10亿人进入VR的世界 那微软他也收购了社交平台 ArtSpace 然后领先的VR头显制造商HTC 那么他也收购了VRChat 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增强现实系统 那这类系统他就要是为了增强用户 对真实环境的感受 那这种系统一般会采用穿透型的 头戴显示器 那也有采用 近几年也比较流行的 直接采用移动端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等 把计算机图形 或者其他的辅助信息数据 以人们所观察到的实际环境 叠加在一起 从仿真技术的发展 到心理现实技术的发展 到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他实现的这种技术形态 越来越丰富多样 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它是对真实场景 利用心理物体来 进行叠加 实现增强的现实 它跟虚拟现实相比 具有真实感更强 建模工作量比较小的优点 而且广泛的应用于工程设计 展示医疗 精神教育 娱乐 理由等等领域 增强现实技术 它有几个基础特征 一个是稀实结合 另外一个实时交互 然后是三维注册 那这几个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边上的这两个案例 来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上边的这个图 那是在医学领域 医疗领域 医生可以把 由各种仪器诊断得到的 病人的头部的医疗影像 跟真实的病人的头部 进行叠交 而且这种叠交 它不仅仅是稀实的结合 它还是有精准的 位置的这种匹配 那么当用户的头部 显转的时候 那这心理影像 它也会跟随着显转 那么这就实时互动 那么下边的这个图的话 它是在一个 精密仪器的维修方面 的一个案例 那就可以通过增强现实系统 把精密仪器的内部结构 显示在操作员眼前 这样的话 它可以更加精准的进行操作 那么AR的吸湿融合的方式 主要有两种大的类型 一种是视频叠加 也就是信息 它是叠加在通过摄像头 获取的实时画面之上 而且画面往往会存在一定的级别 那比如说基于PC的AR 或者基于移动端的AR 那另外一种类型 是基于光鞋透视的叠加 那实时信息 它会直接叠加在用户所看到的 真实内容之上 同时它的镜片 往往需要既有反射和穿透功能 现在一般比较常见的是 采用光波导镜片 来制作这种心理现实 增强现实眼镜 目前比较典型的AR设备 也被称为混合现实MR设备 比如像HoloLens Magic Leap Meta AR等等 这个页面上的案例 是早期的西门子的一款智能手机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增强现实游戏 用户使用这个手机的背部摄像头 攀设自己的脚步 然后他就可以用自己的脚 来参与到一场吸引你的球赛当中 那么增强现实 作为一种吸引融合的技术形态 它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这种画面的融合 还有出现各种通过软硬件接合 来实现的这种增强现实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了解 这样的一个案例 它是由东京技术研究所开发的 一个叫做Cobit的一个小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 它采用了一个近况外形的显示器 作为接口 那么移动近况边上的方块 就可以跟虚拟的小人进行互动 而在近况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画面 它则会把虚拟的小人 叠加到真实的场景之中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当移动这个饼干盒的时候 增强现实的显示设备里边 就会出现几个 虚拟的小人在推动的这个饼干盒 用户可以通过饼干盒 来跟这些虚拟的小人进行互动 如果是没有用户去干预这个饼干盒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饼干盒 自己在桌面上慢慢的被推着往前走 同时透过这个虚拟现实的 这个显示器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几个虚拟的小人正在推着它 那么这样一种磨坏的效果 它是通过硬件来辅助实现的 首先有一个摄像头 从顶部攀摄整个桌面 然后这个饼干盒 它实际上在桌面下方 有一块磁铁 那么这个磁铁的运动 是跟这些虚拟的小人所关联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虚拟的小人在推动着饼干盒 往前走的时候 真实世界里边的饼干盒 也同步的发生了移动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一段视频 来了解用户跟Copito这块游戏 在互动时候的情形 感谢您的信息 感谢观看 那么下边的这个案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它在吸食融合的同时 给用户还增加了额外的触节体验 那么在这个作品里边 参观者戴上一个增强现实头盔之后 在他面前本来是一个表面布满了绿色绒毛的机器人 在他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日本的流行音乐的明星 而且这个假冒的明星 还会伸出他的机械手臂 请你跟他握手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他非常巧妙的利用了一个真人尺寸的机器人 来提供触觉的感受 同时这个机器人又被浑身涂成绿色的 那么实际上就我们不能联想到 他采用了利墨抠像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 就是可以把这个绿色的部分抠除掉 然后叠加上一个虚拟的这个明星的印象 那么跟增强现实 关系非常密切的另外一个概念 混合现实 mixed reality 那么我们可以把混合现实技术 理解成为一种更高级的增强现实 那么在增强现实里边 还仅仅是画面的叠加 那么在混合现实里边 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 是完全并存 在这种世界里边 真实事物可以跟虚拟事物 实时扑动 那么它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混合 通过沉浸感技术 实现增强现实与增强虚拟 那么目前比较典型的 几个头戴式的混合现实设备 有微软的HoloLens Meta AR 还有Magic Leap 这些设备它除了在画面上 实现吸食的叠加融合之外 它还能够实时的跟踪当前的物理空间 物理环境 从而把虚拟物体 直接放入到真实的世界当中 能用户可以通过手势来 跟虚拟物体进行交互或者操控 它还可以在真实的世界里边 围绕着虚拟物体行走 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和操控它 那么这个部分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